我是山尔,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Eclipse和Intellige来打包 用Eclipse打包呢,其实也是特别简单的 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展示了如何用Intellige打包 那用Eclipse打包呢,其实就是在项目上 游记,然后Android Tools,然后选择Daring的签名 导出签名APP,然后会让你选择一个项目 这里呢,让你选择你已经生成的APKTool 或者你自己现在就建立一个APKTool 那我们来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APKTool 那这个APKTool呢,是我们之前用Intellige生成的一个APKTool 那它的密码是JerryJong 那这里只需要输一次,如果你是新创建的话 可能就输了两次了,这里输入Password,然后选择Next 选择你的别名,然后输入你的别名的密码 还是一样,然后选择你要输出的APK文件 然后选择你要输出的APK文件 OK,这个时候它是不走宏销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没有 在这个项目里面并没有开启宏销 那为了给大家展示宏销的话 我们来再看一下关于宏销的开启 关于宏销的开启呢 我们上一节也讲过,这里是宏销文件 那关于宏销的开启的话是在 这里PROJECT这个配置文件里面,需要把它打开 因为我们之前的INT地址呢,是用 是用INT脚本来打包的 而它本身的开启宏销是最后是不走这个PROJECT这个属性文件的 那而Eclipse的话,它本身是需要来走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再来打包一次 嗯,换一个名字 专业版的 OK,这个时候文件也已经生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文件 那这两个文件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一个APK比较大,一个APK比较小 那APK大的呢,其实就是没有宏销的 小的呢,其实就是已经加了宏销做了处理的 然后我们来看 再看一次INT地址的打包 而INT地址的,INT地址的打包呢,其实就是比较简单了 我们在这里 其实和之前和大家有演示过 那就是生成签名的APK包 然后,在这里输入密码 因为它这个界面做的不太一样 就是两个密码 别名密码和文件名的密码是一起输的 那我们说LEXT,然后让你选择 用型后生成的 需要用型的 PROGARD的文件 我们点Felish就好了 然后它就在MAKE OK,就可以生成 PROGARD可以看到它的大小是37KB 好,这一节的内容就是这些